外面早有消息 为了苏家商队 沿江十几个 陆林山寨早已拘收 这番厮杀 我得摘多少人头啊 老规矩 一个人头十两斤 县下扬州购司 什么价 一两银子三斤四 苏家弃票有什么价 二两银子一斤四 苏家卖了八万斤生死气票 这一趟下来他们的争 至少十万两 可我把刀砍断 你觉得我能挣上一千两吗 那要不然 青兄你开个价吧 我可分文不取 但你要把金山堂的孩子 都给我找回来 那你让我如何去找啊 你背靠云台 还能没有法子 你看他作甚 单凭我 还不够了解你 我或许可以找到 但是找那么大一波孤儿回来 如何安置 如何抚养 谁来照顾他们 你 你出钱重建山堂 养到读书年纪 再请教书先生教他们读书诗字 学得好的自然有出路 学不好的 可以留在这连生坊 打砸帮工 也不知饿死 怎么 嫌我出价太高 高不可及啊 那别废话了 找别人吧 金统领 赶紧收拾行囊吧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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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平安回来 你看 这个神剑如此坚韧 他再也不会松了 我听闻 前朝的青铜器上 刻着凶残的套铁 套铁耗识人 但因估量失误 实不下咽 最终其决身亡 其帮主 苏家商队 没那么容易依靠生吞 当然 但谈我如饕铁吗 苏家在此时如果认输的话 丢掉的只是商家的名声 最多是皇上的头衔 可是现在 售卖弃票 赌上的是苏家百年的基业 是你 把苏家逼上绝路的 你是要等到曹帮和苏家两败俱伤之时 才坐手渔翁之力 对吗 难道七帮主 不也是想一剑双雕吗 将我和苏家 倾巢当学 然后 再去而代之 我看今日的酒 就喝到这里吧 待到水落世出之时 我们再会 也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